怀孕三个月的妃子被迫站在了八十米的房顶 还要当众表演大鹏展翅 台下的皇后更是阴阳怪气 皇后说完就等着看丽华粉身碎骨 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 丽华咬牙就准备一跃而下 不料这事皇上突然出现 皇上的出现成功让丽华如释重负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丽华成功为皇上怀了二胎 这让皇上欣喜若狂 更是将丽华宠成了宝 不但每天为烦 就连梳头都轻力轻微 两人也像是寻常的夫妻一般 每天腻在一起十分甜蜜 原本皇上去哪都要带着丽华 可他即将御驾清征 担心丽华随军会动了胎气 便让他在皇宫好好休养 为了保护丽华在后宫的安全 皇上便暂时隐瞒了他怀有身孕的事情 以免被有心之人陷害 很快皇上御驾清征的事 就传到了皇后郭山童的耳中 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还以为皇上没带丽华是照顾自己的胆受 你这个皇后当的可真够天真的 郭氏一盆冷水浇的女儿透心凉 原来皇上之所以不带丽华 就是因为她再次怀了身孕 这让皇后大吃一惊 极度的种子在心中越发强大 丽华本就备受宠爱 如今接二连三的怀有身孕 以后恐怕也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随后郭氏便为女儿想出了一个大损招 让她以皇后的身份 好好关照皇上的妃子 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也怪罪不到她的头上 她秘而不宣 我们就装傻充愣 故知者无罪 母女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 果然就在第二天 郭山童立刻拿了一碗十全大补汤 来到了丽华的寝宫 以关心的名义逼迫她喝下 一旁的侍女琥珀看出了不对 拿起碗就要一饮而尽 却被郭山童喝斥 而丽华明知汤水有问题 但因自己隐瞒怀孕 根本没有理由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将汤水喝了下去 看到自己的奸计得逞 郭山童脸上的笑容再也隐藏不住 还故意表示 若是汤要起了作用 她便日日让侍女来送 随后得意地转身离开 没过一回 丽华就觉得腹痛难忍 虽然经过太医的救治 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但身体却越发地虚弱起来 这边郭山童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她故意让人将丽华母家做的机关纸约 扔在了皇子们的寝宫外 几个孩子看着如此新奇的东西十分开心 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 一旁的郭山童见时机成熟 便趁机告诉皇子们 丽华曾经凭借着指缘遨游天空 这让皇子们顿时惊得合不拢嘴 华儿们若是不信啊 就请英贵人非给你们看呢 郭山童的一番怂恿 让单纯的孩子们立马跑去了丽华的寝宫 要求她当众表演飞翔 丽华听到皇子们如此要求 一时间骑虎南下 想到自己肚中的孩子 丽华便想开口拒绝 谁知郭山童再次到来 开始阴阳怪气地表示 她也想趁此机会一睹其几 琥珀见状本想代替自家主子是非 谁知却被郭山童训斥不懂规矩 说着还要让人长嘴 为了保住侍女 丽华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下来 随后郭山童带着皇子们来到庭院中 吃吃喝喝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就这样身怀六甲的丽华背着指缘 站在了八十米的房顶 准备当众表演飞翔 台下的郭山童也准备要看丽华的洋相 此刻丽华站在房顶不敢乱动一下 眼看见在弦上 丽华便准备咬牙一跃而下 谁知这时皇上突然出现 见丽华竟在房顶上站着 吓得她差点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卡那么高干什么 还不快下来 皇上的命令让丽华如释重负 急忙从房顶下来 看到她平安无事 皇上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当场公布了丽华怀有身孕的喜事 太监宫女闻言立马有眼色的跪地恭喜 郭山童却满眼恨意地站在原地 直到侍女提醒 她才不情愿地跪在地上 猜测这件事跟皇后脱不了干系 皇上便借此机会 好好地敲打了郭山童一番 警告她不要失了皇后的身份 还好朕及时赶回来 否则伤了朕皇儿 谁担当得起 这让郭山童气得咬牙切齿 却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院子 等到皇后离开 皇上立刻转变了脸色 对丽华嘘寒问暖 承诺直到孩子出生之前 她绝对不会再离开办公 事后郭山童十分后悔 如此大好的机会竟错失了 发誓一定要抓住丽华的错处 很快一个机会便送到了郭山童的面前 这天丽华出宫去会见昔日的好友 却刚好被郭康看到 她当即进宫告诉妹妹这个消息 郭山童闻言喜出望外 决定抓住这次机会 给丽华扣上一个私会男子的罪名 随后大张旗鼓地来到客栈 直接推门而入 看到丽华果然在里面 郭山童开始拿出皇后的架子训斥起来 表示丽华怀着身运镜出宫私会男子 若是被皇上知道 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朕知道了又如何 郭山童闻言大吃一惊 没想到皇上竟然也在屋中 急忙跪地请安 原来皇上带着丽华出宫 就是与好友一同商讨安邦定国之计 郭山童自认为的好戏 瞬间演变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连她身为皇后为何会出现在宫外 都解释不清 最终只能不甘心地离开了此地 殊不知她几次自作主张的做法 已经让皇上产生了不满 她主动来到皇后的寝宫 表示已经为太子选定了一位老师 得知对方竟是丽华的好友 郭山童十分不满 开始各种缘由推托起来 可皇上已经打定了主意 她不过是看在皇后是太子母亲的份上 过来只会一生而已 看到皇上刚来就要走 郭山童立刻出身挽留 表示皇上已经久久81天 没有在自己寝宫泄下 却被皇上冷言拒绝 这让郭山童差点面上挂不住 但也只能不甘心地恭送皇上 次日郭山童到太学看望人 却见丽华在跟皇子们讲述 他当年跟随皇上打下江山的故事 儿臣也想随父皇一同征战 出生入死 这让郭山童十分气愤 认为是丽华故意离间 好让太子跟自己之间的感情日渐疏离 一想到丽华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若是任由其成长 恐怕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除掉丽华这个祸害 深夜一批黑衣人 悄悄潜入了丽华的寝宫 准备大开杀戒 好在丽华有武艺在身 这才躲过了暗算 琥珀闻声而来 也与黑衣人打斗在一起 一想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丽华瞬间杀红了双眼 话音未落 丽华就被黑衣人给推倒在地 眼看要落了下风 四岁的小皇子突然出现 死死抱住了黑衣人 见儿子有危险 丽华最终拼尽全力将黑衣人放倒 这时弟弟殷星带着侍卫及时赶到 才有惊无险 而丽华也用尽力气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丽华的母家正在遭遇一场屠杀 大哥殷实拼死抵抗 却还是无济于事 殷家的家眷全部都遭了毒手 郭氏得知了儿子的自作主张 立刻毫不留情给了他一巴掌 目前不是你让我四肩而动的吗 原来郭氏只是命人扮成山匪 灭了丽华背后的殷家 没想到郭康竟在皇宫中动了手 可是到如今 郭氏只能再三叮嘱儿子好好善后 确保此事跟郭家毫无干系 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郭康则自信地表示 他早就在吩咐刺杀时 就让人去到皇后的寝宫制造骚乱 如此一来就算是皇上怀疑 也找不到实质性的证据 郭氏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 次日丽华终于悠悠转醒 正要询问昨日黑衣人的来源 却从侍女和弟弟的神情中看出了不对 猜测家中出了事 丽华当即就要起身回家 直到隐瞒不住皇上只好说出了真相 丽华闻言顿时待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只是一夜的时间 他就与家人生死相隔了 丽华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咆哮着就要离开皇宫 皇上健壮无比心疼 只能紧紧抱住他亲身安慰 自从殷家出世 丽华每日以泪洗面 还时常想起在母亲身边的日子 皇上也十分自责 他愧对丽华没有照顾好他的家人 他也知道是郭家在背后策划的一切 但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 皇上也只能先将这笔账记在了心中 发誓一定要让郭家付出代价 随后皇上便昭告天下 不但追封殷家所有的已故难据 还表示丽华有努仪天下的气度 只因当初遭逢破乱 这才不得不立他人为后 希望天下人都能赞颂丽华的美德 不仅如此 皇上开始让丽华的儿子成为太子的伴侣 有意更替太子的人选 从而让郭家失去最大的仪仗 此时很快就传到了皇后的耳朵 他没想到皇上竟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脸面 我才是皇后 我才是 此时郭珊彤对丽华的恨意 算是达到了顶峰 郭氏健壮劝慰女儿 他们还有翻身的机会 也一定会让丽华付出代价 这边皇上亲自召见了殷星 要给他加官封侯 却被殷星拒绝 只因他早就看出 这次行刺本就是对方想要打击殷家的事 若是皇上再行封赏 恐怕会招到记恨 从而对丽华不利 见殷星这么说 皇上这才打消了念头 这边丽华一直没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 得知弟弟竟然拒绝封赏 丽华很是生气 他隐忍到现在却换来家破人亡的结局 不禁责怪弟弟竟还在意世人的看法 又有谁会妒忌一个 被满门血洗的家族 随后立刻吩咐侍女将殷星叫来 等来到寝宫 丽华披头盖脸地指责了弟弟一头 他们家族处处谨小甚微 早应该明白 明哲宝身已经不是处世之道 处处忍让只会让敌人变本加厉 如今皇上有意补偿 谁知弟弟却不肯接受 我忍了那么久 我忍够了 殷星不禁劝慰姐姐 过度的风光只会招来祸害 如今国家的势力遍布朝野 他们除了忍耐别无他 任此头上一把刀 你若不理智 伤他个不仅仅是你自己 神弱才能负重 殷星的一番话 让丽华成功冷静了下来 决定涛光养晦寻找报仇的机会 丽华最终会如何反击 他在后宫还会有哪些故事发生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